解读微股,去说美股,畅谈港股,欢迎来到知乎者也说财经的频道。 小级别的进入,结果出现大级别的上涨,这时候怎么办?这时候有两个选择,一,继续按小级别操作,这样的代价是相当累,而且小级别操作的问题是对精确度要求比大级别高,而且资金容纳程度低。 二,升级为大级别操作基础上,部分保持小级别操作,对于资金比较大的投资,后者是比较实用的。 上涨中的I与I加两之间盘整倍持,将演化出当I为OI加三跌破I高点或I为基数I加三升破I低点,因而相应演化出高一级别的中枢。 例如在该例子里,I加一,I加两,I加三就是30分钟的中枢,而所有更大的中枢,当然是先有高一级别才可能有,否则连30分钟的中枢都没有,哪里来日,周,月的。 但这个现象就保证了,在同级别分解下,一个小级别的操作,是可以按一个自动模式,换当成一个高级别的操作。 一般情况下,在上面5分钟同级别分解的例子中,只要从A0开始到某个I,使得A0加A1加加I等于比1加比2,后者是30分钟级别的同级别分解,这时候就可以继续按后一种分解进行相应的操作。 当然,是否换当成后一种级别的操作,与你的时间、操作风格、资金规模有关,但本ID还是建议,可以进行这种短线变中线的操作,即使你的资金量很小,但如果出现一种明显的大级别走好,这种操作,会让你获得稳定的大级别波动利益。 因此,根据当下的情况,去决定是否换当,就如同开车时,根据路况等决定档位一样。 对于大资金来说,这种级别的操作,可以一直延伸下去,可以变成N重层次的操作,每一重都对应着一定的资金与筹码,而相应对应着不同的节奏与波动。 如果对古典音乐有点了解的,就知道,这如同副歌曲。 简单的动机,旋律在N各层次上,根据不同的转位、移位、对位等原则运动着,合成统一的乐曲。 市场的走势,其实就是这样的多重副歌,看似复杂,其实脉络清晰,可以有机地统一在多层次的同级别分解操作中。 在这种同级别分解的多重副歌操作中,可以在任何级别上进行操作,而且都遵守该级别的分解节奏与波动,只是在不同级别中投入的筹码与资金不同而已。 对于大资金所具有的整体筹码与资金来说,就永远在一种有活动的多重副歌,实际的市场操作,成了一首美妙的乐曲演奏,能应和尚的知音,就能得到最大的利益与享受。 而每一层次的操作,都是独立又在一个整体的操作中。 对这种操作,如果没有什么直观感觉,那就去听听巴赫的音乐,那不仅是音乐的圣经,对股票的操作同样有益。 感谢您的观看,喜欢记得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。